首先这个阿瓦人民再唱新歌 我们对阿瓦人民唱新歌这首歌是很熟悉的 但是把它变成音乐剧 首先我认为在中国 必须要有一批像顿珠这样的孩子 去投身音乐剧的这样一个行列 因为它的难度太大了 因为音乐剧 它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国际上 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形式 它可以说是你没有两下子 你不是说学逗唱都会 你不是各种能力都具备 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 是的 它是要舞蹈 表演 台词 它全部要融入 最重要的是 他们用了这么高级的一种表演形式 表达了一个最接地气的脱贫 而这个脱贫 我当时有一位记者采访我 我说你们一定要号召全中国的少年儿童 来看看这部戏 首先让他们知道何为音乐剧 其次要让大家知道 脱贫不只是给那个地方的人赚钱了 有钱花了 脱贫 真正的脱贫 是解决他们的精神贫困 对 所以说那一天的故事非常打动我们 那一天的表演非常精湛 其实我是真的是推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然后我们单位 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领导也很支持 然后我为了能啃下这个剧本 我差不多有两个月吧 就是完全没参加其他的工作 就是安心的排练 对 跳 说唱 台词 演唱 我在里面就是最难最难的一点是 因为这个剧是一个大男主的戏 所以我基本在台上 就没有人可以替代他 就是他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围绕着他 对 多长时间要唱 两个多小时 我要唱28个选段吧 差不多 那你这嗓子能受得了吗 嗓子刚开始是受不了的 就是我刚开始拿剧本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其实我是说心里话 我是有点打退弹鼓了 我觉得我能吃下来吗 因为我还没有像 其他的一些音乐剧演员 是专业置身在这儿 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我也演音乐剧 大概是一个跳入跳出的状态 所以我在想 我在接这样的原创剧的时候 拿了个那么厚的本子 我能吃下来吗 然后我其实是挺担心的 后来把它慢慢慢慢 跟大家排练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其实是一个掌工的过程 对 所以我就发现 其实以后还是要多演剧 然后每次演剧都会有新收获 而且成长的速度会加快 是 而且就这孩子吧 他确实是很有追求的一个孩子 我们是看着他成长过来 干正事 大概有将近十年的时间 差不多每年都在采访他 是 那你怎么提升自己 你自己觉得自己有进步吗 有 在唱歌上是有的 我觉得一是可能是因为这个演剧 二是因为就是贵人帮忙 我演出的平台比较多一些 老师们都比较给我这个平台 所以我锻炼的机会多一些 对 特别好